不外乎就是先用内建的函数 内建函数的话就if 因为我们ABCD 所以会有三个if 一个 两个 三个 D的话就除此之外 剩下的false部分 OK然后呢 VBA部分的话在这里啦 这个是 成绩的sub 我讲过 只要你 记得 如果将来你要再重新使用这些东西的话 很简单 至少你要先按右键 产生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如果你没有模组的话你就在这边插入个模组之后 然后再把你上礼拜东西把它贴上 那他的结构一定是如果是按钮一定是sub到sub sub到sub 如果是function的话你一定是function到end function 所以你只要找得到云端上面的程式然后也会贴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恢复上个礼拜东西 如果你上个礼拜没存到档的话 另外按右键 刚刚说你也可能按右键 会想说老师我在这边按跟这边按 其实会不会不一样 没有不一样 反正你只要在 这个 上面任何一个地方按右键 而且他插入的 的表单跟模组都是一样的 然后都会帮你放在哪里呢 都会放在这个表单的下面 所以如果你再插入一个 表单的话 有没有他会有一个user phone 再按右键插入个表单user phone 那他的预设名称反正就是1234 除非你变动他的名称 如果多余的话你可以按右键 移除吗 那要不要汇出for就好了 再按右键 把它移除就可以了 那像模组的话 也是按右键 那当我习惯直接在这边插入模组 他会多一个 OK 你不要没事一直插入太多模组 因为 会很乱 你也不知道 到底你程式 写到哪边去了 所以理论上就是一个module 1就对了 那如果说未来你要改名称的话 你就直接在他的下面这边 把这个module 1改成其他的名称 比如说 我改成BBB好了 当然你不能名称 已经有个BBB 那你就又再一个他会跟你讲说 没办法 名称好像应该存在了 他会跟你讲说名称与原来的模组 已经有冲突了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不能够再取一样的名称 再来另外按右键也可以把它移除掉 如果你有太多个的话 那没有用到你就把它移除掉 你要记得你的 资料存在哪里 因为蛮多同学可能对这个VBA的环境 还是不熟悉 因为可能 初次接触 然后他的复杂度又相对的比较高 然后呢可能 回去又比较没有时间练习的话 那当然很快的你这东西就会 忘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看有些同学 有回去有练习跟没练习的差别很大 有练习的感觉好像手脚就很利落 一下就把东西弄出来 但是呢没有练习的 很快的你感觉好像就会手忙脚乱的 就找不到 所以这个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那设计类的工作啦 其实不外乎就是 我就是比你熟练 所以我做一个表单跟我后面程式写出来 大概几分钟就搞定了 但是如果你不会的人 可能你做一整天 还是没办法把东西做完 那就是熟练嘛 所以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这东西熟练的话 你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然后呢可以设计出很多的系统 让使用者 按照你的规范去做事情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呢 你就自然而然 不用花太多时间跟心思去 检查 使用者 到底有没有输入错误 其实我觉得 反而你要花太多时间在检查错误 其实满浪费时间的 倒不如怎么样 前置作业就先做好 后面呢就一劳永逸了 像很多那个 我之前遇过很多公司是这样 就是他们很多分公司 每个公司呢 每个分公司各自为政 虽然栏位都一样 但是里面输入的格式都不一样 反而就变成总公司这边要把所有的职业要集结在一起 之后就一个大麻烦 为什么 因为每个公司来的东西不一样 而且甚至还有两岸三地 比如说还有 简体的 还有繁体的 还有一堆问题 导不如怎么样 你就出 刚开始就弄个表单给他 反正你就按照我的规范 你如果没有按照我的规范 你就没办法输入资料 就这么简单 OK 那如果你可以输入的资料 那表示是正确的资料格式 那这样不就一劳永逸了吗 对 所以之前好像有同学 比如像什么 他在类似公卖局 他底下有至少500多家的经销商 那他们以前的做法是 把一次的档给经销商去填写 回来的结果都惨为人堵 他花很多时间甚至加班都还做不完 后来他用表单去规范之后 发现了回来资料都完全不用 在做任何的检查 就可以直接把他合并 报表马上就可以做出来了 他觉得 这简直是 太轻松了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反而你花太多时间是在 检查 那个错误 OK那反而 你要不然你干脆就是在前面就先把那个规范 给定制定好 那这样不就一劳永逸了吗 所以像这个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让那个什么老师输入成绩的时候 能够方便 那第1个当然我要能够启动他 所以这个是刚刚做完的 里面特别注意 我们其实只有用到第1个 按右键插入 制定表单 第2个的话呢 我们是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 这个叫标签 做这个 OK 然后利用小A小B 做这个 文字 有没有 这个叫文字方块 文字方块 就可以填资料的 那这个的话呢 是命令按流 所以总共会用工具箱里面的三个 元件 做完我们要的 当然你要怎么样让他启动了 第1个上面有个执行 他就可以执行起来 但是问题来了你将来不可能说 让使用者直接到那个什么 开发领域里面叫他 找到Visual Basic 打开这个 叫他启动 这样不可能 怎么办呢 如果你希望在旁边 会有个按钮叫启动表单的话 按下那个按钮 自动把这个表单叫出来 的话 那你该怎么做 第1个我需要一个按钮 如果你需要按钮的话你就要想到在模组里面 模组啊 特别说 插入一个程序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的按钮就是sub OK 所以 只要是按钮 你就是做一个sub 那sub的名称叫启动表单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能够让那个 增加一个按钮叫做启动表单 把它启动 那你就 插入一个程序叫启动表单的一个sub Enter 按确定 他会直接 我是插入到那个模组 我这边有个A 那你如果是module1 没关系你就是 一样的 然后在这边的话呢 要把那个表单 那个表单名称 我把它改叫home 所以呢你要知道他的名称叫什么 如果你原来没改叫userphone1的话 你就用userphone1 那我这个 就输入叫home 点 有没有 字太小了吧 字稍微放大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这边把它改12号字好了 那我这边的话呢就是 先产生一个叫什么呢 一个sub叫启动表单 然后再打一个home home值的就是他 那要把它秀出来的话就点什么一个方法叫秀 所以你打一个sh 发现 上面这边就有个清单 有没有 就会出现一个秀了 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点下去 假设你按这个点 他这个清单没有出现的话 表示说 你 这边的表单名称 可能不是叫home 因为如果有这个home的表单 才会有这个清单 OK 那之前有同学 可能他忘了改那个 名称 他还是叫userphone1 结果他还是 照我一样打一个home 点 他说老师为什么我跟你不一样 一看 你这上面是userphone1 那你要打userphone1 点 他才会出现 那我要show home给show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打 那 这个地方一个sub 就可以对应一个什么呢 一个按钮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插入一个表单的按钮 直接这边拖拉 那一个sub可以对应到什么呢 sub会对应到一个 聚齐嘛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个叫启动表单 有没有 所以呢你就可以 再利用那个 就是开发人员里面的插入 表单按钮 然后找到这个启动表单 这个时候的话 那我习惯把这个 启动表单这几个字按复制一下 确定 因为这个按钮12 我可以把它改成叫启动表单 但你可以自己打字啦 不过有时候复制贴上比较快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按一下他的话怎么样 执行他 他就跳到sub里面 执行那一行叫home.show 所以按下他 home.show OK所以第1步 我们的表单就可以被叫起来了 那第2步的话呢 待会就做什么呢 有什么方式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姓名 假设是AAA好了 假设是这个人 然后他就是输入他的成绩 应该就是Enter 然后再Enter 再按新增 对不对 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可以帮我把这些资料 填到哪里呢 填到这边来 OK第1个 第2的话填完之后呢 后面不是 还有这些东西吗 可不可以顺便自动帮我产生 可以啊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写过一些 像这个好像是 成绩函数 这个好像成绩函数多重 自动也帮我把这个做完 然后呢 顺便最好是这边都把它清空好了 因为你输入完了这个就可以清空了 如果 这个变成一个自动化 再来的话你可以再输入下一笔 再来第2个 BBB 然后他的成绩 新增 又新增一笔 再来CCC 再新增他又一笔了 那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输入系统 OK那你可以很方便的 Key 你要Key的资料 但是呢 后面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 什么 防呆的措施 我自己取一个名字叫防呆 所有的防呆 这个人如果说输入他的 成绩 假如可能会有几种情况 不应该发生的 第1个 他如果没有填成绩的话 可以输入吗 当然不行了 所以第1个先判断 有没有资料 OK 第2个再判断什么 如果有资料 那应该怎么样 不能输入 非数字 这个一定不能非数字 一定要能够数字 所以第2个 判断 后面这3个 是不是一定是数字 如果他输入一个 英文 或中文 那就 不能够 让他输入 因为你输入错了 第3个是什么呢 这3个成绩呢 只能介于 0到100之间 如果他输入一个100多 200 300 不对啊 成绩没有这么多了 所以大概想到的 会有这3个 可能 这叫防呆 那你就要 预先 把它挡下 如果挡下来的话 那 基本上 填的资料 就 反正你想得到的那些可能的问题 都挡下 那以后的那些 自然而然 你就不用花心思去检查那些错误了 因为呢 基本上不会有那些错误 OK 那要怎么做 那我们待会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 重点 1 先把那个表单部分先完成 那你先run一下看看能不能执行 可以执行的 但是这个执行只能够在 我们的VBA里面执行 如果说你希望能够在 按钮在这边按下去的话 那你需要做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按钮 所以你必须要在 你的那个VBA里面 加一个启动表单 然后再到这边增加按钮 去连接他 他就可以把他启动起来 那启动表单只有一行 就是叫home.show 来试一下 姊姊 员 现必须难找到